上次朋友来家里做客 见到我养的小宠 DNA直接动了 瞬间抄起了拖鞋 为了平复给他造成的心理创伤 我决定带他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 哈喽 可爱吗 哎呦我天呐 我不见我 看看这是啥 婉拒了哈 好家伙 这个比较生懵 直接上手了 一把抛起来 哎呦我天呐 我可算知道我喜欢耗子是遗传谁的了 病因找到了呀 家人们 就问问你们谁 第一次见到圆皮老鼠 敢直接放到深圳玩 这老鼠也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直接爬人的脖子根里去了 他估计也有点受宠若惊 难以置信 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 从老太太的表情不难看出 她是真的很快乐 笑如颜开的那种快乐 打桌游的空隙 都要玩一会儿老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小老鼠第一次见到 如此没有边界感的老太太 感觉她已经有点涉恐了 我老在旁边露出了 耐人寻味的表情 这也有什么保湿呀 嗯 你被你的耳朵咬了 那不能 不咬我 他不咬你 认识你 哎呀 你这家哪待着这么老实啊 舒服 待舒服了就是老实 这就是你们的孙子 孙子 要把虫孙子 哎呀 这说我的孙子 哎呀 小耳朵 这就是普通的老鼠 对啊 普通的老鼠 从下水道掏出来的 哎呦 不是 这是花枝鼠啊 哈哈哈哈 怪懂的啊 虎不住的 但其实你没发现 长的都一样 哎呀 身上这有点花纹就好看了 要要的就是这种圆汁圆味 我妈看到这一幕 直接戴上了痛苦面具 求命啊 这里就没有一个 小人吧 直到我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奶奶依然对这只老鼠 恋恋不舍 我打算安排一只 给我奶养一样 看看被奶奶养大的老鼠 有什么不一样 赶紧用点赞键来催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